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中国的特高压有多牛,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都是高压线路,而在电力系统不断的革新中,现在的高压线路很多都是替换为超高压线路,而特高压是指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的交流电,是一种达到了质变的高压电力传输技术。 12月10日,国家电网消息,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日开工。 该工程是中国实施西电东宋战略的重点工程,也是促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重大清洁能源项目,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对于发电来说,资源分配不够均衡。 石油,石油主要在东北西北,风电基地西北为主,煤炭集中在山西陕西,水电却又跑到了西南,发电源头四面八方,电力消耗却集中在中东地区,电力调配就很麻烦。 西部发电出不去,东部却要限电拉闸,因为电力有限,所以为了保证工业生产,居民用电就要精打细算。 夏日停电之后的挥之不去的燥热,成为了部分90后童年里一道抹不去的回忆,而这就是拉闸限电的无奈选择。 要是卧室热,最多就是山山峰,但是工厂没了电力,就没法正常生产,化工厂需要大量电力,一旦限电就无法持续生产,成本就会急速攀升。 一些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受到影响的外企,甚至还要威胁撤资,一次拉闸断的不光是电,还是经济增长的势头。 依靠现有的电力分配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把西部电力通过特高压送到东部,建设特高压电网。 1. 美国震惊,都受过时技术遭遇黑科技。 当美国能源部长带着自己的专家来访中国,准备向中国出售自己的技术时,看到中国已经建设完成的特高压线路,直接当场傻眼。 中国的特高压有多牛,没有发展自己的特高压,美国现在的肠子都毁清了。 在特高压的传输和电网方面,美国已经跌出第一方阵,更没有多少发言权,俄罗斯都准备让中国为它改造自己的电网了。 老某平曾经讲过一个冷笑话,现在的美国电力系统都在讲中文,因此还引起了很多美国能源领域的反感。 没办法,纽约现在偶尔还会停电,而你恐怕是很久没有感受到停电的味道了吧。 二,独步全球的特高压技术。 综合来说,特高压是指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的交流电传输技术。 该技术具有损耗低,可靠性高,成本低的特点。 具体来说,在电力传输方面,输电线路能力与电压成正比,一条1000千伏的线路相当于4-5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所输送的电力。 在电网管理方面,同样的电力输送,线路越少,管理和维护的成本越低。 在输电距离方面,有时候光有电力不足,还要送到足够远的地方去。 特高压最高可以达到1000公里,而传统的超高压电路则需要修建大量的高压电站。 偏远地区的输电成本非常高,在输电损耗方面,传统线路的损耗是特高压的15倍左右。 上世纪是石油主导能源的世纪,而在未来,电力必然会逐渐转变为主导能源。 特高压技术可以为核能电力聚变做准备。 电动车、电力高铁、电力船舰、电磁炮等一系列的未来科技都离不开特高压技术。 这个主导权可以说拿在手里了。 三、弯道超车 中国突破电力传输1000千伏瓶颈。 在电力领域,各个国家都在探索电压极限。 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苏联和加拿大就在进行500千伏线路研究。 如果硬要说特高压技术没用的话,国外的老电力工程师肯定是不乐意。 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到了60年代,电压标准已经上升到了750千伏。 前苏联曾经修过750千伏直流和115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 后来苏联解体,相关线路缺乏维护。 一些特高压项目最终下马,考虑到俄罗斯广阔的领土,他们更需要特高压输电。 美国人也不是没动过特高压的心思,但是他们的特高压需要核电站。 尽管美国在80年代具有了成熟的特高压交流条件和技术, 出于环境考虑,他们的新建发电厂都是天然气电厂, 电量跟不上,他们的特高压项目也就停滞了。 提到特高压,自然也少不了日本。 实际上,日本在经济腾飞时期,就有着核电特高压项目的思路, 90年代还有福岛到东京的特高压供电。 然而,由于日本特殊的地流位置和财政原因,核电站无法继续建设。 2004年,国家电网的刘真亚当家在国家的支持下, 大力发展超高压输电,中国的研究速度惊人得快, 几年时间就突破了1000千伏的平静问题, 更是一路开挂,将上下游,关键技术全部解锁。 2009年,全国建成全球第一条1000千伏高压线路。 2010年,邱宇峰团队经过10年研究, 终于研制出了国产特高压换流阀。 掌握技术的外国公司不敢相信, 甚至认为中国抄袭了他们的专利。 邱宇峰把这些公司的专家请过来了解研发过程, 并说了这么一句话, 能进电科院的都是各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好学生, 好学生是从来不抄别人作业的。 设备是造好了,那书店用的铁塔怎么办? 电网工程师们想了一个大胆的方法, 把铁塔分成几大块, 然后用直升机运输, 最后像搭积木一样把铁塔拼好。 想法十分简单, 但是直升机容易受锋利影响。 就算直升机吊起来不见施工场地, 也会被飞机带起大风。 终于经过15天的不断磨合, 中国工程师和美国飞行团队 成功实现了直升机快速建塔, 电网工程的效率大大提高。 电网搭好了,也该通电了。 通电之后的检修就是个问题。 特高压铁塔高,距离远, 光是传统的检修还不够。 为了检修电网, 国网甚至有了飞行公司, 国网通航, 直升机要对沿路进行激光扫描, 然后找到隐患进行排查。 开头提的带电检修更进一步, 直接从直升飞机上放人进行不断电检修, 保障电网的顺利, 保障电网的顺利运行。 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技术难点, 只是特高压工程众多难点的一部分。 作为集成度高, 涉及领域广, 工作环境多样化的大型工程, 国内的特高压电网几乎是从零起步, 克服了一系列工程与技术难题。 目前国内特高压能实现1000千伏级别的运行, 离不开国网工程师在一线的艰苦奋斗。 2013年1月8日, 人民大会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特高压交流书电关键技术, 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这是我国电工领域在国家科技奖上收获的最高荣誉。 特高压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也获得了中国工业大奖。 国内的特高压输电已然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 但是提到特高压, 还是会有人认为特高压技术国外没有, 这个技术就没有用。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西方走不通或不愿走的路,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走, 而且要走出名堂? 一句话, 这是由中国的能源国情决定的。 13五以来, 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6.2%, 年均新增用电量36000亿千瓦时, 一年的新增量相当于世界用电量排名第11位的英国总水平。 展望14五, 我国经济总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城镇化快速推进期, 电力需求仍会持续刚性增长。 预计到2025年, 全社会用电量在9万亿至10万亿千瓦时之间, 年均增速4%到6%。 在电力需求持续上升的背景下, 我国的能源结构并不合理, 多煤少油缺气的格局, 不仅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 还加大了环保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 要改变这一状况, 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 一是促进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 减少中东部环境压力, 二是提高水电、 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占比。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煤电仍是我国的主要电源, 但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燃煤装机分布在东部地区, 东部区域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剩余环境容量, 继续大规模建设燃煤电厂, 考虑到我国70%以上的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分布在山西、 内蒙古、陕西、新疆等地区, 因此未来新增燃煤电厂将更多向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布局。 此举不仅可以缓解东部地区的环境压力, 还可以通过煤电基地实现煤炭的集约高效开发和集中制力, 减少污染物排放。 与此同时, 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也将逐步提升, 预计到2050年, 我国清洁电力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将接近50%, 但五国80%以上的水能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西部地区。 而风电光伏也都具备很强的属地性, 只能在资源所在地区建设, 因此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也会使得新增装机向西部北部地区转移。 与能源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北部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三分之二的能源需求又集中在东、中部地区。 能源资源与用能中心呈逆向分布, 二者距离遥远, 决定了我国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能源调配, 实现远距离输电, 而这正是特高压电网的擅长之举。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么好的特高压技术, 中国人没有选择独占, 而是输送给全世界。 2019年10月25日, 巴西美丽山二期项目运行许可签订, 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这个项目跨越2000公里, 要从雨林把电送到市区。 由于技术原因, 巴西只好找到国网公司, 根据51%比49%的股权比例, 联合运营特高压电网, 国家电网也收购了巴西电力公司企业CPFL, 有效地拓展了海外业务。 在小编看来, 特高压技术是世界能源输送的重要变革, 它和我国的高铁、 航天技术一样, 都是我国对世界工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它敲响了世界能源变革发展的古典, 将有力推动世界领域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变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